胸腔镜也称为胸腔镜手术或胸腔镜技术 是一种微窗手术技术用于在患者胸腔内进行手术 在胸腔镜手术中 医生通过在胸部做出几个小的切口 插入胸腔镜一种细长、灵活的光纤仪器 将摄像头和手术工具送入胸腔 通过监视屏幕上的实时图像来进行手术 胸腔镜手术相较于传统的开放胸腔手术 有许多优势 包括微窗性胸腔镜手术仅需在胸部做几个小的切口 相较于传统开放手术的大切口 伤口更小、恢复较快、术后疼痛和创伤较少 较少的出血由于切口较小 术中出血相对较少 降低了出血风险 更好的视野通过胸腔镜摄像头 医生能够在高清的屏幕上获得放大的图像 更清晰地观察胸腔内的器官和组织 提高手术精确性 较短的住院时间 胸腔镜手术后患者通常可以更快地康复 并且住院时间较短 胸腔镜手术广泛应用于多个医学领域 特别是在胸外科领域 常见的胸腔镜手术包括肺液切除术 胸腔肌液引流、胸膜活检、胸腔肿瘤切除等 胸腔镜手术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进行操作 确保手术安全和成功 术前 医生会评估患者的病情和适应症 术后 患者需要遵循医生的建议进行恢复和护理 医院的记录